想不到吧? 這首歌我做了兩集 Hi 大家好 又到星期五了 我是星星姐姐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威里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cover 之前我偷襲過盧廣仲版本的唱法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那時候的分析的話 記得把我之前的影片抓出來看一下哦 其實他一開始自彈自唱 我就已經給他加分了 因為我覺得尤其是男生吧 自彈自唱感覺就很帥的樣子啦 你知道嗎?這首歌呢 它歌詞裡面一開始就是有這個跟這個 然後因為是法文來的 我聽過了很多不同歌手的版本 那我發現到好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讀法哦 然後我剛才就去Google Translate 了一下 發現到這才是真正的讀音 我聽 我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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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听得出 维里安他在进副歌的时候 真音跟假音 其实音质还蛮相似的 如果要比较的话 卢广仲的真音跟假音的音质 听起来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论colors来讲 也就是一首歌 他在音质上的层次感 那当然卢广仲的版本呢 colors就比较丰富一点 可是我觉得维里安 他这样子呈现 还有演唱方式 至少对我而言啦 是比较可以感动到我 而且听起来比较深情 比较感性一点 所以各有各的好咯 这里呢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 只是维里安他在旋律上呢 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原版是 的为之 维里安的版本是 的为之 虽然只是非常小的更换啦 其实从一开始 维里安不管是在旋律上的一些小更改 还是节奏上 以及乐剧 phrasing的部分呢 他其实都有做了一些改变 那我觉得 因为他自己也是创作人嘛 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演唱 感觉上像是他自己的歌 那我觉得任何的歌手 当你们在演唱任何的歌曲的时候呢 其实都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 我折飞向天堂的地址 你可以要想 可是我只能停止 歌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这个部分我是超喜欢的 到最后一个副歌的时候 他就是让一切静下来 然后他的演唱方式呢 是非常非常的轻柔 掺杂着很多的气音在演唱 这样子的演唱方式呢 在情歌上面真的是 很有feel 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 希望让这世界静止 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 如果有下次 我会再爱 一次 有没有听到那个尾音 他就是真音 然后慢慢的变到气音 听起来就是一个荡气回肠的感觉 我超爱超爱这样子的feel了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到了后面的这几句哦 因为维里安 他是选择用自弹自唱的方式 所以很多地方 他都不需要把拍子跟得很准 他可以有很多free play 这样子反而让人家觉得更加的感情丰富 更加的可以进入这首歌的状况 那我觉得如果要以feel来讲的话 这首歌我一定会给满分100 其实我听过这么多的在YouTube的covers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追求完美 大家在网上听到的covers 很多音都已经被修过了 可是维里安的这个版本呢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 他其实是中间有一些很小的瑕疵 可是我觉得反而听起来很真 很可以感动到人 那我觉得一个歌手的身份 你敢敢把你完全不修音的演唱 放在YouTube上面 证明你的功力是真的是 哇哦 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 哎 共场一下 那如果接下来呢 大家还想听我分析什么covers的话 记得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哦 我也想去听一下 然后我们每个星期五都会更新我们的频道 所以记得每个星期五都要回来哦 那我是Sinin ZZ 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当然也不要忘记 不要吝啬 帮我们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好了 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